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耶华论非诚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敏 耶华如此说 由水从北方发起 成为仗义的河 要战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 并成河其中所住的 人必呼喊 境内的居民必都哀嚎 听见敌人撞马提跳的响声 河战车隆隆车轰轰 为父的手就发软 不回头看顾儿女 因为日子将到 要毁灭一切非力士人 检除帮助泰尔西顿所剩下的人 原来耶华必毁灭非力士人 就是加匪托海岛剩余的人 加萨成了光突 庭文中所剩的雅实基伦归于无有 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 耶华的刀剑啊 你到几时才止息呢 你要入窍安静不动 耶华既吩咐你攻击亚实基伦和海边之地 他已经派你焉能止息呢 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 弟兄姐妹 今天你读完这段的经文 你会觉得说这段经文是上帝对非力士人审判的预言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当我们仔细思考 你会发现这是神做事的法则 就是神先借先知来宣讲 然后才亲自来执行 第三节说 因为日子将到 就是神审判的日子 所以神要完全的灭绝非事人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也背负着先知的使命 耶稣说 我们是光 我们是盐 我们在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当中 保罗说 你们好像明光照耀 要在这个世上表明 将生命表明出来 做神的儿女就必须认清一个立场 若不是跟随耶稣的 就是抵挡耶稣 今天美国的校园里面 禁止一切宗教的行为 表面上看起来是 保持宗教的中立 但是却是抵挡基督 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好像明光照耀 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这边讲到一个外面世界的黑暗 一方面讲到人心的黑暗 所以当我们里面外面都黑暗的时候 神的家需要在这个世代当中 将神的道表明出来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一个人小小的人有什么用处呢 或是说我们这个教会算得了什么呢 对我们姐妹 光就是光 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支该了他 有一个宣教士 在他宣教的地方 已经宣教了很多年 可是连一个信耶稣人都没有 他灰心到了极点 他想要放弃回家算了 他准备回去之前 他就在那个地方能够走一走 他在街上走的时候 经过了一个商店的橱窗 他觉得这家的店的橱窗 怎么今天黑黑暗暗的 他就回头看了一下 没有想到他贴了一个 一幅很巨大的海报 一幅整片黑暗的海报 但是海报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烛光 下面有一句话说 就算把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 也不能阻止我发光 他看到这句话 好像神在对他说话 因为他知道在他里面的光是真光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光 所以他就大大得大的激励 就留在那个地方来为主发光 没多久之后 得救的人就一天比一天的多起来了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永远不要跟这世界妥协 今天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 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 有些人被菲律士人欺负 压榨 被边缘化 但是 神告诉我们 教会在这个世代 好像没有声音 外面看起来似乎节节 败退 但是 我们还是要坚持 不妥协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 站立起来呢 其实耶利米苏这一段的经文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就是在混乱的 在国际局势当中 谁是真正的掌权者 就是我们的上帝 所以在教会这个 在这个弯弃背面的时代当中 我们能够做 神无瑕疵的儿女 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审判将要来临 第五节 讲到用刀化身这件事情 给我们一些的提醒 就是家人表示一种 方 AI的一种风俗 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来敬拜 为了求得他们神明的保佑 以色列人进入加拿以后 也入境水俗 学家人这种敬拜的风俗 所以在这里提到说 这是神所恨恶的 六王记也讲到 以利亚大战巴黎先知的时候 巴黎先知也是这样 是神所不喜悦的 然而后来这个风俗 竟然传遍了整个犹大跟以色列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跟随世界的风俗 要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 什么是神所证悟的 让我们能够在祂的旨意里面 能够长进 能够在祂的手中 被神来使用 神能够借着我们 把平安把祝福 带给我们周围的环境 给我们周围的众人当中 让这么多周围充满 惊恐焦虑的人当中 能够成为他们祝福 这是神的怜悯 让我们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 让我们再一次经历 我们的伟大的神 跟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祢赐给我们 刚强勇敢的心 帮助我们在信仰的立场上 清楚表态 使我们能够有智慧 有信心 能够在这个世代的当中 能够紧紧地跟随祢 主啊 唯有祢是我们生命的光 求祢使我们 听见祢警告的时候 主我们就愿意 回转来归向祢 主让我们刚硬的心 来有谦卑如何的样式 来跟随祢 谢谢主 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祷告 还是奉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Amen 两姐们愿神来帮助你 带领你 赐福给你 愿神赐福你的每一天 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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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见